大家好 我这两颗千叉成活的月季 给它换盆了大概15天左右的时间 现在已经长了一些新芽出来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大家看一下这一颗 这条新芽就是上盆之后 刚刚长出来了 还有这一边这一颗的话 长了两条新芽 这一条这一条 都是后面上盆之后才长出来的 因为它已经能正常的生长 正常的长根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适当的 给它补充一些水肥 因为只有水肥才能让它迅速的吸收 迅速的生长 有机肥的话过段时间再给它补充 那么这个时候我给它使用水肥的话 就是用这种促生长型的有机养液 这一种有机养液 它里面的有益微生物会特别的丰富 不但可以给它补充各种营养元素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 又可以改良这个土壤 让这个土壤更加的疏松透气 更加容易分解土壤中的一些有机制 我们只需要 每次浇水的时候 给它按照一比一千的米粒 对水给它浇光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多 除了给它正确补充营养之外 这个时候也要适当的 给它逐渐的增加光照 因为月季比较喜欢太阳 太阳我们也不能一下子 把它拿到太阳下去养护 这样的话它不容易适应 一定是又有一个接地式的增加 每天增加一两个小时 慢慢的增加上去 这样的话它就容易适应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